哎,你们家终于开拆了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做一个note down review的DA 那么我需不需要在申请之前就把房子给拆了呢? 这当然不需要,你只需要画一张图 说你要拆的是哪个部分就可以了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打电话跟我说 他刚移民澳大利亚,就买了一块地,原来有一个旧房子 那他在申请之前呢,就把房子给拆了 他以为必须把它拆掉才能开始申请 白白浪费了几年的租金 哦,原来是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你在开拆前请了多少个人过来报价 那你是怎么选择哪个公司帮你拆呢? 我是让两家公司报价,两个都是朋友介绍的 一个越南人,一个东北人 那越南人呢,是很多人推荐的 说他拆得很好,也没有隐藏费用 两边的报价呢,居然是一模模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拆房子还比较简单 主要是你家有没有食棉,这是关键 如果是有的话,有些公司会要求你先去测一下 你的食棉是哪一级部分,然后他才会去报价 这里跟大家插播一下一个省钱小妙招 如果你担心自己家里有食棉要去检测 其实样本你是可以自己去取样的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戴上口罩,戴上手套 然后自己敲下样品,把样品放到三门自带里边装好 不要把里边的sample露出来 然后你就带过去检测点 其实一般来说每一个样品只需要收40块钱奥币的检测费用 另外可能会有30来块钱的手续费 自己测食棉就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喊一个专门来测食棉的人到你家采样去做报告的话 你要花好大几百块钱啊 但是有一些公司因为他很有经验 也有拆食棉的牌照 他都不需要你测 反正他琢磨着估计哪一些是食棉 他就可以当场给你报价 因为他本公司就有这个拆食棉的牌照 所以你也不需要等两批人 像我家呢,用的这个呢 他是先找了一家公司拆食棉 然后等他等了很久 然后他才进场去拆其他的部分 所以时间就拉得比较长了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项目 他的食棉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是以前这个旧房子的Builder 起房子的时候把食棉埋在了他们的混凝土的楼板里边 然后拆的时候发现了去处理这一部分的食棉 那因为他跟楼板是分不开了 所以称重的时候要跟这个楼板一起称重 那本来扔食棉的费用就比普通垃圾要贵很多 那你想一下,这个会增加很多很多的费用 哇,这种不可预见的事情 那可怎么办呀? 那怎么可以避免呀? 一般这种不可预见的事情都很难避免 不过你可以跟那几家欠财的公司说好了 哪一个可以全包费用 不会有隐藏费用的 那你就选哪家咯 那你这个大概100个平方木结构的房子 拆了多久呀? 我这个房子只有外墙的Kladen是10面的 那拆10面的人来拆了一天 然后他把整个房子的结构拆掉 又用了一天 但是我要拆掉的原荒凝土土面还挺多的 有大概180个方 那我看他们至少也要用三天才能都打掉拆完